好主观 今天就是母亲节 不过对于家属来说 恐怕是最悲痛的母亲节 因为这起新北市三重的三死命案 大女儿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好几天没有联系到母亲呢 那如今呢 却是传出了这样的噩耗 那其实呢 在稍早时 我们也抵达现场来访问周边的邻居 表示说其实这个大女儿的妈妈 也就是这名外婆 平时常常都会带着这个孙子到楼下去散步 而且呢 看到人都会打招呼 非常的有礼貌 那没想到呢 其实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她们了 那其实她也提到说 看到这个孙子呢 其实平时身上都会有一些黑签 疑似就是这个二女儿 她的丈夫赤虐 我们现在一天稍早访问 我都会打招呼 所以我叫阿嬷都会打招呼 要去奔招 要去奔招呼 就整个人家 人家都会打招呼 那因为呢 我们的父母还要撒吗 那这一个人也换钱 都会让我阿嬷 很爱来找我 好 那其实从事情曝光至今呢 警方多次想要联系到这名张姓男子 目前都是联系不上的 而且呢 大女儿也透露说 之前呢 二女儿的这个丈夫 也就是这名张姓男子 先前曾经和外婆 也就是大女儿的妈妈来借40万元 却迟迟没有归还 而且呢 外婆在申请也表示说 对方疑似有使用她的名义来贷款 因为她有收到贷款的催缴讯息 那其实呢 还原整体案件的时间走 家属也有提到说是4月23号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母亲通到电话 之后呢 都是使用LINE 通讯软体的方式在对话 因此呢 警方现在也研判说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凶手 在使用这个通讯软体和大女儿在对话 因为呢 警方也研判说 这个死者呢 其实已经死亡超过7天了 因此呢 目前首要的目标 就是要赶快找到这一名张姓男子 以及待会呢 这个遗体也会来进行相验 要来厘清他们的确切死因 以上是我们现在为您找到的最新情形 先镜头交还给彭内直播